大家好 我们来到是汉中的诸葛古镇 据说是最老的一个就是诸葛古镇 就是其他地方也有 咱们还知道诸葛八卦村什么的 这是最老的一个 然后呢但是现在看它的这些建筑呀什么的 应该是后来慢慢修的完善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国文化 包括到了这种汉中 我一定要看一看 你看这个广场叫八卦广场 这上面是可以照相的 就是就是车 是吧 游客也不是很多 应该都是慕名而来的 浅浅的体验一下 以后有机会要深度来了解 来了解来学习 挺帅的呀 这个确实挺漂亮有这种不定期的巡街表演啊是吧 举了琴儿 这边是刘关章 三人 也挺酷的啊 这个这个雕的不错啊 这是三顾茅庐吗 这是草庐三顾 刘备很千功的样子要想请诸葛亮出山是吧 当天这生气呢 他还有这个 对 让我们等半天 等这么半天还铺了 这是诸葛亮的小桶 这边虽然新建的但挺有意思啊 有这个石榴树 还有新修的诸葛草炉这种建筑 这个叫半月牌啊 这是他一处凉亭 有诸葛亮世纪这个浮雕 还挺漂亮的哈 武侯词 是历代对诸葛亮这个评价有毛主席的 杜葛亮的理政和品德我是推崇的 读诸葛武侯传书 汉道西云记群雄方战争 永怀古记杜普写的 杜普和李白都为诸葛亮留下了诗篇 观巴尬镇图刘宇熙 宣黄船上略蜀象运神机 水落龙蛇出沙瓶格贯飞三代天下一人 这个环境很优美 汉中这边的气候完全是南方气候 所以他这个绿植也很南方 他这边有一个草船借鉴的一个景区 这估计也有表演 这边养着好多鹅和鸭呀 呱呱呱呱的好漂亮 看他可能是有些表演 风景还不错 前面就是草船借鉴 都是一些三国文化 新修的三国文化相关的建筑啊 这种装饰 看这大鹅好漂亮 养了好多白鹅 雨扇伦军,强鹅分辉煙 这边是诸葛古镇的一个街 有个小吃热什么的 这边还是挺热闹 有卖各种小商品 刚才找错了 五河瓷还得再前面一些 这边有好多这种民俗表演 这个小楼不知道是不是 这是五河瓷售标处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五河瓷 古龙舟 禅伯明志 这有个牌楼 刚才走在这 五河瓷关江楼 这是 从上五河瓷里参观一下 现在是走到五河瓷的牌楼处 按正确的参观讯序 参观五河瓷 这一牌坊高十米 八角翘起 四株落地 上盖辉瓦 上面是历书 写着 汉丞相诸葛武乡 中五河瓷 先进到五河瓷参观一下 这处楼应该是秦楼 这是一对小狮子 小蒙狮 然后这小狮子后面 这是有一处景 这叫诸葛景 还可以一边听禅名 一边赏景 过两个狮子 这便是琴楼了 诸葛亮在琴楼 弹琴下退了司马仪啊 汉丞相诸葛武侯 始建于263年 大修于唐真园 宁万利 清家庆 建筑取一于空城祭的故事 这个楼内有近代的持琴一座 旁边有中楼 咱们上琴楼上看 不知道这个古琴还在不在哪 这个古琴据说是近代的 这是五猴祠秦始祭略 那这是文物了 有二龙戏珠 近代时期 还是很雅的 这也是中楼 五猴祠的中楼 应该历代都有 重修 最近的应该是近代 清家庆年间 这小鸟好好看啊 这家猪桃上 小鸟好漂亮 我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我昨天叼了个神 可爱 再往前走便来到了济门 现在看到几门上的牌匾为 京中翠德四个大字 陕西汉中缅县的这座五猴祠 是由皇帝下昭修建 比成都五猴祠早建约五十年 堪称中华第一五猴祠 在公元263年 即诸葛亮去世后第29年 流禅下昭吏祠 选祠旨于定君山下的五猴坪 这是全国唯一由皇帝下昭 并拨给银两而修建的 因而有天下第一五猴祠之称 现在看到的是拜殿 上有牌匾大汉第一人 殿内的两侧山墙及正面岩下 碑石林立 上课历代文人默克及君政民流诗词歌赋 有称限典 这是祭祀 咱们诸葛亮的场所 这个是限典 对 这一处是限典 限典完就是它的大殿 大殿里不让拍照 这是寝宫吧 这应该叫寝宫吧 寝宫里有那个祖国亮的排队 清台光江路 这边有逢草路 快来看一看 这是建筑 旁边有两株石榴树 月亮门 月亮门两侧有石榴树 这都是近代建筑 给大家看看 石榴很多 这边石榴树很多 院子出来就是观江楼 这边这个大殿 还显得特别好 这一处楼是观江楼 秦台 观江楼收尾 运程帷幄 决胜千里 诸葛亮一生这个丰功伟绩 也是为历代做传颂 这是琴台 在此弹琴 曾在此弹琴 这是琴台 那叫琴楼 跟它一样 琴台和琴楼 这个琴台 那是诸葛亮从在此弹琴 珊瑚 这树好粗壮 而且这种树北方没有见过 感觉历朝历代对诸葛亮 这树上是推崇被制的 这是在五后祠楼上 可以看 远处这种山呀 青山 还有这种人工景区 人工湖 刚才造船舰 鸭子上 太可爱了 这个楼是这一登上去的 登上去看一看 现在这是观江楼 是历朝历代 人们来祠观瞻 拜夜诸葛亮时 登楼观览汉江的处所 在这里呢 站在望江楼 可以一睹诸葛古镇风光 汉江也在不远处 隔江呢 可望十余里开外的定军山 武侯墓呢 就处在定薰山的山路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